第35集 黎苏苏苍九民明确彼此心意 苍九民在降魔柱上遭雷击折磨 为了不让众人知道血骨封印在黎苏苏体内 苍九民面对赵优等人的逼问 想要一人承担此厄运 他承认自己用途神弩伤了无辜百姓 他本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住自己 但是他高看了自己的能力 没能管住自己的天性 他让众人杀了自己 地缅认为魔胎过于狡猾 众仙们应该合力将魔胎体内的血骨和图神弩抽出 这样才能彻底将魔神杀死 赤肖宗层掌门 瞿玄子 赵优和立想将血骨和图神弩抽离仓九民体内 众宇唤醒了昏迷的黎苏苏 黎苏苏苏察觉众仙们误会了苍九民 他匆忙赶往降魔风打断仙门之人对苍九民的惩罚 黎苏苏告诉众人苍九民成不了魔神 虽然苍九民原是五百年前景国国君弹台晋 也是魔神选定的血骨之主 但是苍九民成不了魔神 因为五百年前自己就亲手抽去了他的血骨 眼见众人不信 黎苏苏苏让赤肖宗掌门用法宝招新玉剑鉴别自己所言真假 众仙们子弟看到招新玉剑之下黎苏苏的记忆 才得知他所说一切都是事实 黎苏苏表示自己已经在雷劫之下毁掉血骨 已经改掉了魔神必将临世的宿命 人虽无法选择自己的宿命 但可以自行决定善恶 苍九民绝不会再成为魔神 残掌门不愿放过杀害儿子的苍九民 黎苏苏却告诉他杀害赤肖宗少主的是四鹰和精灭二魔 苍九民是为了救下无辜百姓才强行催动图神弩 瞿玄子也认为身为魔胎是苍九民的无奈 他们先门之人更应该善恶分明 他愿意暂时将苍九民软禁在长泽灵脉暂时禁锢 以观后效 瞿玄子和赵幽找到地缅 认为他不该未经商量就将苍九民身份暴露 地缅却坦言这万年来他痛恨魔神 他来这里不仅是为了找回女儿 更是为了阻止魔神的重生 他表示经此仪式后不会再为难苍九民 瞿玄子和赵幽从地缅口中得知封印图神弩的方法 他们联合层掌门一同将图神弩封印 并让层掌门将图神弩带回赤肖宗保管 但是瞿玄子和赵幽不知道的是尘掌门因为痛失爱子 悔恨未能让赤肖宗统领先界 他决定利用图神弩的力量让苍九民等人血债血偿 经过降魔风仪式 苍九民才明白原来一直想要他命也怕他死的人是黎苏苏 他感谢黎苏苏为自己所付出的一切 这次他想要守护黎苏苏 他抱着醒来的黎苏苏 确认血骨确实封印在黎苏苏体内 他担心黎苏苏的安危 但是黎苏苏安慰苍九民自己是无够灵体 可以与魔气天然相抗 而长泽山灵力充沛 两人待在这里 血骨也不会苏醒 黎苏苏也表示以后两人遇到危险可以一起对抗 苍九民以后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生活了 公也既无因为在黎苏苏记忆中看到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萧林 他想知道黎苏苏和苍九民在意的是自己还是萧林 不想让自己活得不明不白 他找到师父瞿玄子询问过往 瞿玄子看到他如此坚持想要知道身世 只好将他此身将士缘由告知于他 因为知道了身世来临 公也既无下山历练 他来到绣坊寻找默女 默女再次看到公也既无非常开心 他表达了对公也既无的想念 也希望公也既无能留在这里 地缅一直担忧魔神复生 即便现在洗水印与屠神弩都已经被封印 他依然无法放心 想要找到更加强大的封印之力 瞿玄子想起逍遥宗当年的法宝护心林 想要借护心林之力建造结界 但是赵幽却表示护心林当年被掌门送给当年圣国王族外的弟子当作贺礼 后来虽被不须真人带回 但是上面留有几道裂痕需要修复才能使用 黎苏苏听到赵幽与瞿玄子等人的谈话 提议让苍九民恋化护心林、瞿玄子和赵幽等同意此提议 护心林当年是明夜恋化 黎苏苏和苍九民都经历了般若福生 亲历了明夜作为神明的一生 瞿玄子和赵幽也相信苍九民能恋化护心林 而在瞿玄子和赵幽的的引导下 苍九民成功恋化护心林 并设置好了护山法阵 也知道了善恶并不在自己是先是魔 而在于他自己的心 瞿玄子和赵幽都知道邪谷在黎苏苏身上 得知苍九民愿意为了陪伴黎苏苏长流衡阳宗 与黎苏苏一同看护邪谷 苍九民陪黎苏苏去天池散心 知道了苍九民决定日后陪伴自己在恒阳宗长 则山迪当魔契 苍九民也认为任何世间风景都比不过 和黎苏苏生生世世和黎苏苏在一起 他找了黎苏苏五百年 曾经每一日都期望找到黎苏苏 做一切能让他开心的事情 黎苏苏很开心苍九民的改变 两人都明确彼此心意 相隔五百年后情男自今拥吻在一起 黎苏苏意外看到苍九民心上的是魂钉印记 他知道无法消掉这些印记 索性亲吻印记盖掉 希望两人都有新的开始